副厅长掉进前眼 对海南省公安厅原副厅长陆景林来说 2000年9月30号这一天 是一个刻骨铭心 痛心气血的日子 这天一早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门口戒备森严 审判庭内坐无虚席 当审判长宣布带被告人陆景林到庭时 一双双眼睛齐刷刷地投向了路口出 只见两名法警压着陆景林走到被告席上 身材高大 穿着整洁 头发梳理得纹丝不乱的陆景林的脸上 流露出几丝看似沉稳的笑意 但没有人不认为这笑是一种对内心恐惧的掩饰 陆景林对着话筒坐下 俨然过去做副厅长 在主席台上做报告一般 昔日堂堂的省公安厅副厅长 今日却坐在了被告席上 这人生角色的戏剧性突变 着实使他心中感到了五味平的滋味 公诉人铿锵有力地宣读了长达两千余字的起诉书 彻底揭开了陆景林受贿 滥用职权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神秘面纱 旁听群众为陆景林所犯罪行深感震惊 在检查机关出具的确凿证据面前 陆景林对起诉书指控的问题 大多做了有罪公诉 但在一些关键地方 他总是要辩解 然而辩解显得苍白无力 审判长多次制止了他的喋喋不休 上午的法庭辩论 公诉人首先发表了公诉词 公诉词义正词言地指出 被告人陆景林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无视国法 利用职务之便 收受他人贿赂十八万元 拥有超出其合法收入的巨额财产 且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 他还滥用职权 致使国家关税遭受重大损失 其行为构成受贿罪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和滥用职权罪 为了维护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 维护国家公务人员职务的连接性 公正性 依法对被告人陆景林提起公诉 请依法判处 旁听的干部群众感到 像陆景林这样的腐败分子 不依法严惩 就不足以显示我们党和政府 惩治腐败的决心 就不足以震慑违法犯罪的腐败分子 听完公诉词的群众 顿时感到扬眉吐气 陆景林听后 脸色 由情转音 心存的幻想 开始被打破 10月30日下午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陆景林一案做出一审判局 被告人陆景林犯受贿罪 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犯滥用职权罪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 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对陆景林违法所得财务人民币三百五十余万元 美金九万余元 港币四十八万余元 以及利息收入四十万元人民币 予以追缴 上缴国库 卢梭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在人们心灵中从来就没有生来的邪恶 任何邪恶 人们都能说出 它是怎样和在什么地方进入人心的 陆景林从一个公安厅副厅长 堕落为罪犯 也绝不是一次偶然的失足 翻开陆景林案那厚厚的卷宗 可以追寻到他的人生轨迹 1948年7月8号 陆景林出生在河北省高碑殿市 他是一个愁畜满志的人 读书 参军 入党 提干 三十多年的仕途之路 可谓风帆高悬 鲜花簇拥 升迁捷报频传 令同龄人羡慕不已 转业前 他是祝穹某部队支队长 刚从部队转业 就代任了海南省公安厅政治部主任 后被提拔为公安厅副厅长 随着职务的升迁 随着权力的加重 陆景林渐渐的变了 他竟然把权力和金钱 搅合到一起 殊不知 权力一旦和金钱结为孪生兄弟 权力就堕落 1996年10月间 海南振发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承包了海南省公安厅交警总队的办公 住宅楼工程 来年5月的一天 时任省公安厅政治部主任的陆景林提出 让该公司总裁梁某某 帮他办一张高尔夫球会员证 这位梁总裁立即应允 几天后 梁总裁用6万元人民币 为陆景林办了一张海南海王南厌湾高尔夫球俱乐部会员证 6月17日 梁总裁将高尔夫球会员证送给了陆景林 此时 陆景林已经荣升海南省公安厅副厅长职务 并分管了颇具实权的交警总队等部门的工作 权力真是神奇的魔杖 挥舞起来可以点石成金 也可指路为马 陆景林只一句话 6万元的会员证便拱手送上 其实 那位梁总裁看中的并非是陆景林本人 看中的是他手中的权力 这些伤海骄子 对于经商之道有着独到的见解 权力就是金钱 用钱买权 从权力那里就能捞到更多的金钱 事实也正是如此 1997年开始 从会员证的那位梁总裁旗下的一家公司 与穷山市公安局合作经营穷山市机动车辆检测维修中心 该中心负责穷山市新入户的摩托车和车牌尾数为单号的摩托车的检测 经营一段时间后 梁总裁为增加检测中心的收入 便想到了大权在握的陆景林 他直言不讳地向陆景林提出 把原来由省公安厅下属检测中心经营的 穷山市双号摩托车检测业务 也划到穷山市机动车辆检测维修中心 陆景林听后 当即表示 要以穷山市公安局的名义 向省公安厅正式写个报告 对此 梁总裁便心领神会 后来 陆景林抓住梁总裁有求于他的有利时机 向梁总裁提出买房的要求 梁总裁不失时机地将公司开发的 位于海口市机场路 金桃苑小区 价值24万元的B栋A号房 以半价12万元 卖给了陆景林 6月下旬 陆景林向这家振发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付了12万元的房款 这位梁总裁 让财务人员开具了24万元的收据 时隔几日 陆景林心安理得地安排家人 办理了该房的入住手续 领取了房门钥匙 有来无往 非理也 此办道理 陆景林与梁总裁都心思明镜 次日 陆景林大笔一挥 在穷山市公安局要求把穷山市内的双号摩托车的检测业务 划给穷山市机动车辆检测维修中心的报告上写了 同一报告请求内容的批示 真可谓 陆景林看上了梁总裁手中的钱 梁总裁看上了陆景林手中的钱 这种赤裸裸的互惠互利 双方各得起义 1997年3月5日 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联合下发了 关于免收军车通行费和军队生产经营车辆改挂地方车辆号牌问题的通知 通知明确规定 军车改挂的时间为1997年4月1号开始至6月30号结束 就此 国家公安部解放军总后勤部也联合下文 对军车改挂做出了具体规定 除时间要求外 规定了严格的审批程序 要求各地公安机关严格执行 然而 就在此通知及规定军车改挂截止时间 已过半年之久的1998年初 公安厅干部陈平 受董博、林芳成、陈振才之委托 拿着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某部 发给海南省公安厅的 关于申请增补 武警海南安华实业发展公司35辆 海南警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8辆军车改挂地方号牌的函 到办公室找到陆景林要求审批 那么陆景林到底会不会批准呢 欢迎您继续收听 如果你觉得主播播的还有那么一点意思的话 欢迎您关注一下主播 订阅一下专辑 分享转发一下 主播苏醒不胜感激 我们下期再见